我們都是一家人 您沒聽錯 這十多人 不管是手裡抱著小孩的大人 或是小朋友排排站的 都是一家人 家中大家長謝國珍說 自己經營洗衣店跟理髮廳為生 四個兒子感情從小就相當不錯 幾個兄弟就算這幾年陸續結婚 大家仍決定住在一起 因為大家都是住在一起就是互相嘛 這樣大家一起也比較好照顧 對啊 大家都像姐妹一樣 大家講清楚 然後不要有心結這樣子的話 大家住在一起比較會那個 比較會長久這樣 因為相信多子多孫多福氣這句話 謝國珍說他的兒子跟媳婦 幾乎也都生了兩個小朋友 孫子年齡相近大家可以玩在一起 而這麼大的家族 謝先生笑說花最多的 大概就是尿布跟奶粉的錢 自己愛用的牛奶 就自己都會去 他們都自己買的 小人孫子也會幫忙幫忙 都會幫忙幫忙 帶孫子 你們覺得台廂比較大嗎 台廂很大 沒關係 坐孫坐福氣 大家多做會 團結就是力量 大家比較合照 少子化的現金 像謝家這種大家族 已經相當少見 在朋友的眼裡 謝家兄弟感情融洽 酒裡之間相處也好像姐妹一樣 如此和樂的大家庭可說是一種模範 現在的社會是非常難得 它有四個兒子 同時很短的時間 現在娶四個媳婦 而且每個媳婦都生 至少生兩個小孩子 而且大家一家人都住在一起 在現金的社會 也是非常難得的一個家庭 目前謝家全家人共有19位 他們希望可以達到20人 因為家人相處時的歡樂時光 最讓他們珍惜與滿足 捷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